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去渴求这些方式 你又说一下 经常在一起 是的 这个是人之潮起 你喜欢一个人 很喜欢的他经常在一起 但是呢 不一定这个人 可能有喜欢的别人 或者是他也不一定 愿意跟人们经常在一起 是吧 但是这个就 就是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抱怨 要慢慢的学会接受这种状态 坚强一点 如果你 就是说不管在感情啊 或者这个 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或者你是需要很多桥结聚走的 有时候那些桥结聚走不了 就是这样 不要觉得那就是不爱啊 那就是伤害啊 不要给他下定义 有时候我知道 有时候我知道 五月五回的时候 我说我去做 做完 我觉得他那个 做到他自己都不需要的自己 叫我去做 我觉得我就觉得善大了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像你说的那么难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 但是希望你揭桥的走下去 哭得会醒啊 整个月晚上会哭得醒啊 我明白 我明白 是的 但是很多人也会哭 也会哭得醒啊 不是你一个人 很多人都这样走下来 很多人都这样走下来 我相信你也能 活着是很难 很多时候 但是毕竟 你还没有绝路 你还有一些 你身边有很多 同行道友 你还有一些 没有说我走投无路了 或者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路可走 难道无路可走 但是我们还算是有福报 有善缘 有福报 还有人在帮助你 还有今天你坐在这 大家在听你聊天啊 或者我们还有朋友 可以倾诉 所以我们更应该坚强一点 去走下去 生活就那么难 没关系 我们去想或者说 都没关系的 也是调整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你说的都没有错 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在体验 都在经历 都在接受着 有的人都哭 有的人都哭 不出来 有的人晚上被窝里哭 有的人真正的哭 大家都 很多人都 都给我流过来 男的女的都一样 生命 生活就是很艰难 不要怕别人不理解你 没关系的 只要你保持你的品质 你觉得你是善良的 你觉得你是不幸无愧的 你觉得按你的那个角度 你尽心尽力了 就OK 遇到事情 要自己学会调整 不要一直压抑在心里 学会深呼吸 跑步 用动散步 然后要自己开心 慢慢的再开心起来 嗯 一切无常 佛说的 这世界一切无常 那苦难也是无常 嗯 虽然一直不松 一直很多事情 很压抑很不松 但是 它毕竟在变 过去了 就这样过去了 最起码 这一刻 当你坐在这的时候 尽量的要过去的那些 不开心 不愉快的事情过去 每个人都有很多 不愉快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遇到 只不过你是遇到了这一种 比如说你在四月里会 比他们 就是说 遇到一些 不理解你的人 他觉得你不应该 待在这等等这些事情啊 其实你不需要去问为什么 你也理解不了 他们有他们的喜好 他们有他们的 因为你不是四月的方丈 你也没有做主的权利 那人家说你不行 你就是呼吸 是吧 你也不用去要求他们去理解你 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要去问为什么 不要去想什么 你觉得我付出那么多 好像他们出来没有感恩过 出来没有报答过 然后只是在不断的 不断的讨论 或者业弃我 或者抛弃我 或者把我推出去 不要这样想 休闲也不这样想 这是英约剧组 我留在那个四月的英约到了 就说假如你在一个四月里边 待了十天 那就是十天的缘分 那个缘分到达了 你就要离开 你知道吧 那你就要去新的地方去重新学习 那就是缘分到了 就是要人跟人在一起 他到了 那可能有的人结了婚 或者说我就结了一年后就离婚了 那也是一年的缘分 缘分到了 或者我跟他在一起 那就几个月 到时候我们突然 有的甚至反目成熟 除了敌人了 那这个缘分也到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缘分 而且我们遇到很多事 有时候也是因果 可能上次 上次我们遇到了一些 我们做了一些事 对不起别人 所以这一世他们会伤害我们 还有就是就是缘分 尤其在一个稻草 个寺院里呆 可能呆到一定时间 你就要离开 是不是 这都是缘分 所以不用伤心 其实他们也不是讨厌你 只是他们那个 可能有些事情 就像我曾经去了一个寺院 人家到冬天了 冬天的时候 他本来说我要住三个月的 可能我的肺院也交了什么 但是到了49天的时候 或者50天的时候 那寺院里边有一些 他要烧煤啊 就没有煤很紧张 那所有的局势都要离开了 你不是出家的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缘分如此 那你就不用伤心 说哎呀 为什么他们当初说 要我留三个月 为什么一定要 现在就不赶我走了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的角度 而且你是一个修行人 你到四月是做义工 你去修行 那更是缘分 哎 你说我就待了十天 他们就不要我了 那就是十天的缘分 哎 那缘分满了 我就缘聚缘散嘛 是不是 所以不用伤心啊 不用说 为什么他们怎么怎么样做 你根本不需要我 为什么 就是缘 这个世界就是缘起的世界 缘到了 缘散了 就这样子 这一辈子的因果 那肯定我们看不到嘛 因果涉及到很多事的因果呢 是吧 我们看到 但这一事 你就这样想吧 如果这一事 你很委屈 很多事 常常被人误解 很委屈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 就是说 可能我也给过别人委屈 我曾经啊 也许 因为佛说有因果嘛 那么我们虽然看不到因果 但可以这样的假想 可能 别人也有这种角色 就是很委屈的角色 或者被伤害的角色 就是 当我们很难受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修学人 应该是忏悔 而不是去抱怨 或者觉得生活艰难 就是或者觉得 哎呀我又不想活了 我都活也不想活了 我太伤心了 太绝望了 不要这样想 首先应该想的是 哦我要忏悔 可能我生生事事 是不是伤害了别人 为什么这一事 我这么难呢 哦 然后呢你就去忏悔 很多东西就改变了 这是一个修学人的角度 就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修学人会怎么想 普通人如果你不修行 那可能会抱怨啊 可能会烦啊 或者可能会绝望啊 可能会说我算了 死了算了等等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修学人 他要是相信佛说的话的话 他一定会深深的忏悔 而不是去做其他无意义的事情 他一定会更忏悔 更深的忏悔 更深的更精进的修行 而不是去脑子里想其他无意义的事情 这是佛说的 不是因为佛告诉我们的 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你就相信 所有的苦难都是无常的 不管你们遇到什么事 都是希望的 它会过去的 嗯 不要太在意它 然后深深的拆海继续休息 一切都会好起来嘛 哦 比较有信心 嗯 毕竟我们现在还在人道 你要知道地狱要出生 如果比山外岛更苦 是不是 你在人道渡这么难 你想想其他道渡什么 你甚至都可以发愿去帮助他们 就会让我们走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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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